在过去的几周里 斯里兰卡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汽车没油 交通瘫痪 没法上班上学 没有足够的食品药品 每天停电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斯里兰卡 这个视频包括以下几个话题 早期的斯里兰卡华人移民 斯里兰卡的简短历史 以及这次的破产原因 还有国家破产之后会怎么样 斯里兰卡原名西兰 在17-18世纪期间受荷兰的殖民 当时的印尼的巴达维亚 就是现在的雅加达 有很多的华人劳工 那么其中偶尔就有失业或者非法的华工被驱逐出巴达维亚 一些人就逃到了斯里兰卡 1740年7月 大量的华人被驱逐到西兰采收肉桂 这是最早的一批华人 那么1796年间 英国攻占了克伦坡 英国的殖民就开始了 这个时期 很多会说粤语的华人就被带到岛上 1840年末到1850年初 也就是第一次亚片战争之后 还有一些华人在廷格玛丽附近的沿海地区 收一些海参和鱼翅 然后把它贩卖到国内 这就是早期的移民的情况 1920年之后 一些中国的独立移民 那么慢慢都来到了斯里兰卡 有些是通过陆地 有些是通过水路 那么这些华人最初并没有长期定金的打算 就是来打工的 然后把赚到的钱寄回国 之后就二战爆发了 很多人就不得不留下来 最后就成家立业 这时华人的社区也开始慢慢建立起来 到了1963年 大约有450名的正式移民 那么这些留在斯里兰卡的早期移民的后代 后来大约有3500人左右 那么这些早期来到斯里兰卡的华人移民 和他们的后代一直都没有国籍 直到了2008年 通过了一项法律 那么有80多人获得了斯里兰卡公民身份 那么在90年代末 2000年初 随着移民政策的放宽 很多华人开始来到斯里兰卡做生意 那么华人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行业 比如餐饮 超市 饲养等等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斯里兰卡的历史 在1521年 普大亚船队在科伦坡附近登陆 斯里兰卡首先成为普大亚的殖民地 100多年之后 1656年 荷兰军队攻占科伦坡 普大亚人被赶走 荷兰开始了殖民 又过去了130多年 1796年 英国人又来了 荷兰人被赶走 那么1802年 英法两国签署了亚绵条约 斯里兰卡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那么1948年2月4日 斯里兰卡宣布从英国独立 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 国名为西兰 1972年5月22日改国名为斯里兰卡共和国 那么1978年8月16日新的宪法颁布 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 自1983年到2009年 由泰米尔人组成的蒙湖组织和斯里兰卡的政府 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内战 那么这期间也有其他国家参与斡旋 有过斩短的停火 那么直到2009年5月长达26年的内战 终于结束了 斯里兰卡被称为印度洋上的明珠 有着很多天然的优势 2019年斯里兰卡被评为世界最佳的旅游国家 独特的位置每年都吸引了世界各地大量的游客 斯里兰卡的西兰红茶是世界三大产茶地之一 2021年出口额达到了13亿美金 斯里兰卡的纺织业也非常的发达 那么2019年达到了52亿美金 而斯里兰卡还有很多的宝石矿 常被称为宝石王国 在2014年斯里兰卡的发展指数排名是世界第72位 比中国还靠前 非常不错的 但是没过几年 一手好牌就被打得习烂 宣布国家破产 外在多达500多亿美金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这个结果 斯里兰卡是典型的双赤字国家 所谓的双赤字 第一就是财政赤字 政府的支出比收入多 也就是花的钱比赚的钱多 那么第二就是贸易持资 进口的比出口的多 进口买东西要花外汇 出口卖东西赚外汇 同样是花的比赚的多 那么这种模式 多花的钱从哪里来 就是从别的国家借 如果经常借 这个资金量就慢慢的累积起来了 你借了钱 你除了还钱你还得付利息 那么迟早有一天就还不起了 其实有不少的国家是双赤字国家的 运作起来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斯里兰卡不同 政府的腐败和国理不善 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 那么从总统总理 财政部长 秘书长 体育部长 农业部长 一共十几位的部级领导 全是一家子 都是拉贾帕克萨家族的人 2019年底 总统拉贾帕克萨实行减税 其实斯里兰卡是所有国家中 已经是税收和GDP比例比较小的国家了 根本不应该减税 当时的减税政策 导致这个国家每年少收20多亿美金 这之后的几年证明 当时正确的做法是加税 而不是减税 那么接下来就是疫情了 旅游业是斯里兰卡重要的外汇来源 疫情一来直接归零 那么在2020年旅游收入 雇主1%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更致命的就是下面这个禁止化肥 斯里兰卡虽然是个岛国 但是它有耕地 自给自足是完全没问题的 除非自己做 斯里兰卡每年进口化肥 大约花多少钱呢 是4亿美金 那么拉贾帕克萨政府认为 这个化肥和这个撒松剂 种出来的粮食不健康 而且对环境又不好 不容化肥呢 还能省个4亿多美金 那么再加上一些专家的忽悠 很多绿色环保组织的大力支持 于是在2021年斯里兰卡 直接一步到位 禁止所有的化肥 那么效果呢 也是力竿尽影 不使用化肥 造成了各种农作物 大幅减产 粮食不够吃了 只能从别的国家再买 那么这个买米的钱是花了多少钱呢 4.5亿美金 这还没完 斯里兰卡赚外汇 另一项就是卖茶叶 没有了这个化肥 茶叶收成也下降了 这个又有几亿美元的损失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除了斯里兰卡 还真没找到有哪个国家 全面禁止化肥的 有知道的朋友 在下面分享一下 中国有句话 乌漏偏风连夜雨 本来极其可威的斯里兰卡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又开始了 成为了压垮驼的最后一棵稻草 首先俄罗斯是斯里兰卡茶叶出口的第二大市场 其次呢 斯里兰卡的大部分游客来自俄罗斯 乌克兰 波兰和白俄罗斯 因为战争的原因 大幅的减少 更不是说因为战争造成了油价的大幅上涨 而斯里兰卡的石油呢 全部要靠进口 斯里兰卡的国家破产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物资短缺 货币贬值 物价上涨 也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的 因为没有石油 车辆也跑不了了 发不了电 没有药品 没有食品等等 那么什么是国家破产呢 为了方便理解 咱就用国家和个人做一个类比 比如说你从亲戚朋友借钱 关系好的利息少一点 或者没利息 关系一般的就正常的利息 只要每次及时还 别人也不会问你借钱干嘛 做生意投资 甚至吃喝玩乐随便你 这就叫做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那么国家借钱也是一样 只是亲戚朋友变成了其他的国家 和一些银行组织 那么如果你投资或者做生意 没经营好 到时间还不上了 那么对于个人来讲 资不抵债你的东西就被拉走拍卖 给债主一份财产清零 这就是个人 但是对于国家来讲 如果是因为管理不善 欠其他国家的钱还不上 那么其他的国家是不能够分他的财产 因为什么呢 因为斯里兰卡是有主权的 毕竟现代不是殖民的时代 如果是几百年前上千年前 那就直接把这个国家占了 实在不同了 那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斯里兰卡政府就要和债权人一起商讨方案 首先政府还需要运作 不能让斯里兰卡的人饿死 不管他不行 因此还会有其他的国际组织或者国家再借一笔钱 但这一次借钱 斯里兰卡就要列出来 你借钱你要去做什么 你怎么样才能够把以往的钱还上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运作就开始受到债权人的干涉了 那么斯里兰卡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怎么增加收入 减少支出 增加收入就是出口赚外汇 还有就是增加税收 那么减少开支呢 其中一项就是减少各种福利 那么这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咱把它简化了来看 那实际上涉及的内容可能会很多 比如政府可能会卖掉一些资产 那么债权人也会放弃一些利益 但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 那么政府的税收增加福利减少 对于老百姓就是生活水平的下降 而这个过程可长可短 斯里兰卡的破产是一些错误的决策 加上一些突发事件 因此和很多的其他濒临破产的国家相比 斯里兰卡是比较有希望很快的走出财务危机的 这要取决于接下来它的新政府怎么去做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 目前还有十几个国家面临着同样违约的风险 那么这些处在破产边缘的国家 像什么巴基斯坦 阿根廷 马尔代夫 赞比亚 还有黎巴嫩 老挝 埃及 阿根廷等等 这些国家都将来可能会出问题 那么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么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